好,我們現在要尋找中間那一段 我們看這個Cognitive View法 在國文成績,請你幫我找大於等於32的 那這個算出來什麼意思 從32到100裡面有多少人 然後減掉喔 在國文成績裡面大於85的 就是86到100,什麼意思 1到31不要 86到100不要,我只要計算 從32到85裡面有多少人 從這裡開始算,這裡得出來的結果什麼意思 從32到100多少人 減掉86到100多少人 所以1到31不要 86到100不要是中間那一段 就這樣做吧 來,我們就來打一下吧 我們的國文分數是等於Coe1T 對不對 我們把它分幾段來做啦 來,國文分數是C2到C37 請你告訴我 請你告訴我 請你告訴我呢 小於31的多少人 小於 欸 不好意思,忘記了 我們跟他一樣啦 小於31 就不包含32喔 小於32啦 小於32 這邊都小於32的 有多少人 一個都沒有 太巧了 大於85的 康的一幅 在我們的國文成績 C2到C37 37 大於85的 有幾個 16個 那我們總人數是36個 扣掉這16個應該是 20個 所以來,用他的語法來下喔 康的一幅 對不對 把它合併起來 C2到C37 喔 少了一幅 那這裡呢 大於等於 32 32喔 忘記了 喔 這32沒錯 要找32了 這邊呢 算出來 再減掉 減的時候不要再傻傻打一遍 拿這個來複製就可以了 康的一幅 複製這裡 把這裡改成 85 記得要加 雙銀號 這裡 也沒加完 這樣 算出來應該就20 20加16剛好是36 就可以透過 大於 從33到100 扣掉 86到100 中間有20個人 會算中間那一段 啊